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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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衛藝術空間的總監 我是韓萍 今天來到這邊 是我的一間一廊 然後這裡是高雄柏二的大衣倉庫區 然後現在看到的是 我們的入口處的部分 然後因為柏二它 基本上是一個老舊的倉庫 然後所以我們就是希望 可以延伸就是整個視覺的感覺 比如說像是招牌 那我們也很希望就是可以 讓它有一種 就是好像腐化的就是 風化的感覺所以當初就是 保留了用原來的 鐵劍的部分來做一個設計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看一下 我的一廊 然後現在一進入口的地方啊 我們其實主要就是保留了 原來它的這個水泥牆的牆面的材質 然後也剛好很符合就是原來的倉庫的感覺 所以我們基本上一進入口呢 就會希望讓大家能夠比較清楚的看到我們這一檔展覽的主題的部分 好然後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 我們這一檔的展覽的部分是三明治公的實驗室 那因為他們主要是一個以工藝為出發的藝術團體 那所以他們就設計了這個投壁孔的部分 就是前頭下去了之後呢 就是會有一個意外的驚喜 很可愛喔 這超可愛的有拍到嗎 有有有 進來還會動三架 對啊就是支持三明治公的話 你口前贊助他們 他就是會輕輕 然後會輕三下這樣子 就是他的嘴巴 就是他這個logo就是他們三明治公 有三個人 然後剛好又是個嘴巴的形狀 對啊很可愛 然後呢再接下來的話就是我們這一檔的展覽的部分 那像這個比較有趣的就是也是可以經過這個投壁 然後會投出三明治公的扭蛋 那裡面也是他們特別設計的一些像是有一些小磁貼啊鑰匙圈 那這個部分的話也很有相當的有趣 另外這一件作品的話呢 是他們主要是跟行無愛這個機構一起做的合作 那將他們的一些廢棄的機具就是比如說像是拐杖啊或者是一些他們已經不用的機器 然後機具然後他們將它回收然後做成不求人 然後類似像是這樣子我來做一個示範 然後類似像是這個就是他們可以把它做成是這樣子 來按摩脊椎的一個器具 對然後因為主要三明治公他們的這個團隊他們是希望能夠以快樂為出發點 然後希望讓人家關注到他們這個這個機構 然後他們在講講述的事情這樣子 然後現在看到的這個機具同樣也是跟行無愛這個機構合作的 那他們就是利用了廢棄的輪椅然後以及拐杖 然後做成了這個很俏皮的展台 然後他其實也可以當作是一個很有趣的行走的工具 然後他利用這樣子的展台其實是可以做成一些像在三明治公他們在做展覽的時候 在展演的一些東西 那當然因為現在是白天的關係 其實這個到晚上的時候 上方會有投影 就是會有投射一些就是動畫的部分 會投影在這個機具上面 然後這晚上的部分的話才可以拍得到 可以可以可以 喔 還有車子在地上跑耶 對 這一樣是你 我樂山的小朋友他們都畫的 喔 你把他做成動畫就對了 對 他們這個團隊做的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這個部分的話同樣也是跟行愛這個機構合作的 那這個比較有趣的是他們又另外跟樂山療養院的院生一起合作 那就是請院生呢 比如說他們帶他們出去玩 然後會看到一些馬 然後院生很高興 然後就是他們回去之後呢 可以去做一些創作 然後這個小馬的部分都是樂山的院生他們的創作的作品 然後同樣他們又跟行舞愛合作 然後也是回收一些他們的這一些拐杖啊 就是機具的部分 然後做成像這樣子的展示的工具 那這個最重的嗎還是怎樣 嗯 對 嗯 主要的話是因為這 這三位藝術家他們就是是學藝術出身的 那所以說他們也有在 也有科技藝術的就是 基本的背景 那所以他們會去結合一些動力裝置的部分 然後將他去做一些展成的設計 所以基本上呢 就也讓他呈現了一種就是去味感 對 他其實就是呃 希望能夠營造就是好像樂園的部分 因為他們很希望就是能夠關注這些 呃 弱勢團體 不希望就是大家是用很悲情的角度去看他們 所以他們其實希望呈現的是一種歡樂的部分 就變得很活潑 很有創意的感覺 對 所以看到這個無欲就不值得看 哦 對 很有受虛樂啦 對 而且他們其實也很希望能夠透過一種玩樂的狀態 然後跟這些院生啊或這些機構有些互動 然後做這樣的展成的方式 然後希望社會的一些民眾能夠對他們的機構有些了解 這個也是呃 三明志工他們跟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合作的一個計畫 那基本上呢 呃 可能大部分的人對於聽障人士的認知都會呃 把他們的職業停留在按摩 就是視障的按摩師 然後但是他們這次採樣的兩位就是呃 是一位是聽法的人員 然後另外一位的話是就是做茶飲 就是做泡沫紅茶茶飲的部分 然後他們呃 這個作品呢 主要就是在這個黑色的箱子裡面 就是放置了就是這兩位呃 呃 視障的人員就是他們平常的呃工具 就是呃 他們職業的工具 所以可以看到裡面會有那個鍵盤的部分 對 那就是透過這個耳機 就是你可以聽到就是呃 聽障人士他們呃 視障人士他們平常就是在聽到的這個語音的聲調 然後在講述他們工作的內容 聽障人士也可以聽得到 呃 應該是視障 他們是視障 對 就是視障他們透過就是語音的部分 然後在從事這樣子的工作 所以我們可以自己來閉在眼睛 體驗一下這種視障的感覺啊 對 就是閉上眼睛 然後呃 呃 想像他們平常工作的時候 就是是觸摸到這樣子的鍵盤 然後他們透過呃 聽這樣子的語音的方式 然後去呃 去工作 然後另外呃 這個的部分的話 他是泡沫紅茶師 對 然後同樣就是也是希望大家 就是閉上眼睛 然後可以想像就是 shake的感覺 對對對對對 就是你拿著這個呃 手搖的這個飲料的部分 然後去感受他們平常工作的狀態 嗯 對 然後這個部分的話是因為山明志工他們的這個工作室 他是位在於淡水 所以他們也呃 很希望能夠跟在地去做一些連結 然後呃 所以他們也去尋找了就是什麼東西是代表呃 淡水這個地方 所以他們找了找去發現說 阿給這個東西其實是非常具有象徵的意義的 因為阿給他其實他的呃 出現的來源是源自於淡水的媽媽 他們是把賣勝的呃 食材 然後再加呃 加以加工 就是呃 所以呃 而形成了阿給 所以這個就是阿給的來源 所以他其實也象徵了一種惜福的意義 那也一直就是三明志工他們其實希望能夠傳達的這個呃 概念 所以他們就是呃 先把這個主題給抓了出來 象徵的這個主題給抓了出來之後 然後他們再去找呃 一些機構去做合作 那呃 類似像這樣子 他們有跟這個野綠就是呃 野綠的這個生活的服飾 然後利用他們的有機棉的碎 用剩下來的碎布 然後他們再去請就是呃 淡水的 他們在地的就是呃 二度就業的婦女 呃 再去做一些呃 產品上面的加工 然後去呃 生產出像這樣子的 這個是 這個其實是阿給 呵呵 然後這個是阿給 然後是利用就是剛剛說的剩下的碎布 然後再請就是二度就業的婦女的呃 去做一些加工 然後他其實是一個眼鏡 呃 就是擦拭布 就是可以擦手機螢幕的這個擦拭布 然後或者也是會像是這樣子的一些 小錢包 對 小錢包 然後像這個 細碎的線條 其實就是阿給裡面的粉絲 對 就是粉絲的意向這樣子 對 就是他們也特別 呃 結合了他們的三明治溝的logo 然後去 又把它延伸出來阿給的這個造型 然後呃 變做是淡水阿給的logo 所以這個是阿給的嗎 對 這個是阿給 對 這個阿給的合作的部分就是 剛才有說過就是用眼綠的這個呃 呃 有基棉的剩下來的布 然後再呃 呃 呃 跟 呃 婦女協會 就是二度就業的媽媽來做這一些商品的加工 對 那當然整個就是他們的構思 就是他們其實會希望能夠連接就是不同的一些工藝的單位 然後就是呃 呃 能夠確實的能夠回饋到社會裡面 這個是他們主要的呃 呃 理念跟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對 這個事情的話呢 主要就是在呃 呃 紀錄就是三明治溝他這個團體 然後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跟為什麼會有三明治溝這個團體的開始 就他們一開始其實是跟樂山寮養樂 呃 呃 去做一個藝術介入的季化 其實應該算是他們呃 那個時候還是北藝的學生 然後他們都是跨領域呃 研究所的學生 然後因為其中的一堂課 然後老師希望能夠做一些藝術介入社會的一些計畫 所以他們就跟樂山這個療養院去做一些合作 對 所以他們呃 就進入到樂山的療養院 像是現在的 呃 我們畫面上面看到的 然後會去 呃 找一些 呃 音樂的 呃 藝術治療 呃 應該是說他們會去找一些 呃 音樂 呃 藝術治療 呃 音樂治療的老師 然後進入到樂山 然後去幫院生去開發一些 呃 呃 課程 然後讓他們可以去做一些創作 那這個聲音計畫是不是也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是一個 一個名稱而已嗎 呃 對 聲音計畫的部分是另外一個 就是三明子宮他們 呃 呃 去跟 呃 香港的 呃 團體去結合 然後去延伸出來的一些計畫 就是他們採樣的部分是從香港的一個機構 然後去呃 呃 採樣一些聲音 然後他們呃 呃 採樣到這些聲音 這個聲音其實是呃 香港的 呃 火車的聲音 地鐵還是火車 然後他們在 呃 回到 呃 樂山 就是樂山療養院 然後讓小朋友去聽這些聲音 然後小朋友 讓小朋友聽完這些聲音之後 然後讓他們去做創作 然後隨便小朋友 呃 並且就是創作完之後 然後讓他們去想像說 這個聲音是在 呃 樂山療養院的哪一個地方 對 然後隨便小朋友呢 他們就是聽完這個聲音之後 然後他們就開始去做創作 所以就會看到 所以就會看到 有些人會 會把它畫成貓童鷹 然後有些人會把它畫 畫成車車 然後對 就是會有不同 他們就是會 畫出了不同的 呃 聽到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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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他們就會去 畫出不同的畫面 然後畫完之後 然後再跟 呃 樂山的小朋友 呃 問他們說 你們覺得這個聲音 會是發生在樂山的哪一個地方 然後再 對 然後再 就是在有 就是院生他們 就是帶著 呃 他們去這個地方 然後就是 呃 跟他們的畫作 一起在 呃 這個地方發 就是 呃 拍照 對 然後比如說這個 這個小朋友 他就覺得 呃 這個是有火車的聲音 然後有教堂的聲音 然後他覺得這是發生在大樹下面 所以他就會帶大家到這棵樹下面 就說 呃 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等於說他們也會去 呃 做一些好玩的遊戲 然後透過 呃 這樣跟不同單位的結合 然後去跟院生有一些互動 然後他們再把這些圖案的部分 可以再把他延伸 做成周邊的商品 然後讓樂山的這個機構 可以靠著這一些 周邊的商品 可以有營收 對 這個 就是他們可以 呃 可以再去做 很多的延伸 嗯 嗯 樂山的話 目前都是以私人的 對 贊助為主這樣子 對 然後他們也設計了很多很可愛的小座墊 然後讓大家可以坐在這邊 就是看他們的影片 對 很可愛 非常可愛 對 然後剛剛說的樂山小朋友的作品 就是 對 這個 就是樂山小朋友 對 就是畫得非常的棒 對 都是大師級的畫作 而且 貢毒作品也飽滿耶 對 非常棒這樣子 對 他們用色還是不錯呢 對 因為他們 嗯 基本上真的算是非常純真的在去做創作這件事情 對 那又加上就是三明之公 對 那又加上就是三明之公 他們的 呃 就是藝術涵養也蠻好的 所以他們可以把他們的作品 去做一些 呃 很好的結合跟包裝跟產品的延伸 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其實也蠻有趣的 那他 呃 他們這個的話也是跟五障礙科技發展協會去做合作 那就是跟他們設計了一個很有趣的悄悄話信箱 就是 對 就是您可以 呃 比如說您可以寫說 你要給某人的悄悄話 然後就寫上來 然後 然後他們的話是著收100元的費用 那就是 呃 五障礙科技發展協會呢 就會自 幫你製作成點字 就是點字的卡片 然後再寄給你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 呃 這個部分的話也蠻有趣的 然後這些的話就都是 呃 他們所發展出來的一些 呃 周邊商品 那當然每一個作品也都是 呃 有意義的 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是 呃 擦拭 呃 也是可以當作擦拭布 然後但是它這個也可以當作是 呃 洗碗的 哦 呃 對 就是它可以 對 類似像拆瓜布那類的 類似像拆瓜布 然後它也是可以加 呃 一些洗結晶啊 然後只要一點點就可以有蠻多的泡沫的 對 然後呃 這個 呃 呃 呃 也可以當杯墊 呃 也可以當杯墊 就是它其實是多功能性的 然後它其實同樣也是請 就是二度就業的媽媽 就是一起來做加工的 對 然後它的形狀的造型是一個菩提葉 呵呵呵 就是一個菩提葉 菩提葉啊 菩提葉啊 對對對 就是一個菩提葉的造型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小馬就也是一樣 剛才的那個 樂山的院生畫 對 這個 這個也是非常的可愛 對 很可愛 然後呃 或者是像這個茶葉的部分 也是他們去找的呃 有機栽種的無毒的茶葉 然後但是因為他們也很希望能夠呃 跟呃 樂山聊天的小朋友 可以再有一些就是互動跟結合 所以他們會用茶葉的部分 然後呃 給小朋友 然後讓他們去做茶葉的拼貼畫 所以你看到的這些呃 拼貼畫作的部分 也是樂山小朋友他們的作品 然後三明志工他們會再去呃 幫他們去做設計 然後設計成這樣子的包裝 喔 當伴手鈴耶 對對 當作伴手鈴 漂亮 對 然後其他也都是他們的一些小小的周邊商品 然後非常 很可愛 這個 這個其實是另外就是這個系列的極速傳說的系列 因為他們其實主要 呃 三明志工的logo是這三個 然後但是他們會依著不同的結合的呃 系列去將他們的logo去做些變化 比如說像剛才我們介紹的那個極速傳說 他們就是會 以三明志工的原型 然後再去延伸設計成一個極速傳說的logo 對 所以這個其實是極速傳說的 對 然後 這是貼紙來的嗎 對 這個是貼紙 然後這個是反光貼紙 就是是在貼在一些機車啊 或者是汽車 然後他可以就是有效的 呃 可以反光 對對對 就是反光貼紙 對 他們主要就是 是希望能夠就是 呃 進入到社會 然後真正的能夠 呃 幫助他們 然後回饋到這個社會 對 然後是希望能夠以藝術的角度 然後將工藝藝術化 好 這邊就是我們的一樓的整個展示空間 然後我們衛藝術主要是 呃 台灣的新瑞藝術家為主的一個展演的空間 那呃 展演的內容也希望是有一些連結跟實驗系 所以呢 不會設限於任何的形式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美麗的櫃檯 以及可愛的兩個 美妹 對 然後 哈哈 然後他們平常的工作非常的辛苦 真的喔 對 都在吃涼的怎麼有辛苦 哈哈哈哈 對 因為他們就是主要可能也要必須要 呃 接待來參觀的一些民眾 然後也要負責一些 就是呃 我們一廊的一些事物 對對 對 所以 對 其實很辛苦 對 其實很辛苦 真的喔 哈哈哈哈 對 真的喔 等一下 哈哈 嗯 對 然後現在呢 從這邊樓梯上去 就是我們其實還有一個神秘的二樓的空間 對 然後我們二樓的話呢 馬上現在就上去看看 這個的話呢 是呃 滑板喔 對 這個它其實是利用滑板 然後去做創作 對 然後它的呃 媒材的話 它是使用噴漆 那這個藝術家呢 它是呃 台灣的塗鴉教父 對 它呃 目前的話 是在台南的一個呃 非常有名的藝術家 對 那它呃 算 它呃 它的作品呢 主要呢 在台南呢 呃 街頭很 我們很 可以很長的可以看得到 嗯 對 喔 很漂亮欸 啊 這樣子能夠掛牌 最外面漂亮 幾個 哈哈哈哈 對 然後它這一系列的作品 都是名人系列的作品 對 因為它平常的創作的媒材是使用噴漆 因為我們知道街頭藝術家 通常都是用噴漆在做創作 所以它也延伸了這樣子的媒材 然後它只是把它變成是一種 嗯 嗯 就是 是就是年輕 時下年輕人會用的一些材質跟意象 對 然後我們二樓的空間的話 主要是複合空間的方式 就是希望能夠提供一個比較多元化的空間 然後讓大家在這邊可以喝喝咖啡 然後有一些呃 展覽品的部分 然後也有一些小東西 然後可以讓大家可以呃 比較放鬆的在這個地方來呃 呃 就是看 呃 可以看一些東西這樣子 然後現在二樓的展覽的話 是銀濟村的木偶展 對 那銀濟村的話 它也是我們台灣的藝術家 對 那它這些木偶都是手工製作的 所以它製作一隻木偶的時間 其實都蠻蠻漏長的 因為它呃 需要經過設計 然後也需要一個一個就是零件去做打磨 然後又要經過上色 所以它要經過很長時間的去包括設計 然後跟生產出來 對 那也有看到很多它的這些就是姿態啊 它都呃 非常的就是很可愛 對 很多人都非常喜歡它的那個表情跟姿態 對 那它每一個呃 關節的話都是可以動的 然後有一些機具的部分的話 零件的部分是呃 是可以有功能性的 對 那比如說像是這個鬍子的部分 它是可以 它是磁鐵 然後 對 所以它其實可以換 換成別的鬍子 翹子鬍子也可以做 對 對 對 然後或者是像是時鐘的部分 它其實就是一個鐘 對 它是一個鐘擺 就是你 你也可以在家讓它去擺動其他的姿勢都可以 或者是像是這個外星輪的部分 它就是 對 它就是具有LED燈的功能 所以就是在家裡面也可以當作是燈具 對 然後 對 很多 然後像這個的話是它的基本型 然後它上面的部分的話 那你也可以去種植一些 呃 小的植物 植栽的部分 對 那個骷顱頭也很可愛 對 然後上面的這個小王子 它也是一個燈具 對 它這邊就是它花的部分也是一個燈具 對 然後像這個骷顱頭 這個骷顱頭比較有趣 我要 我來 我可以過來示範一下 對 它的頭的部分的話 就是這樣子 它眼睛會往上砍 就是嘴巴這樣子 喔 眼睛會動耶 對 眼睛會動 對 眼睛會動 在高科技點就可以 因為我噴音出來 喔 對 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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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或者是像是這個 這個眼鏡 眼鏡 它也是可以 對 就是可以動的 這個鬍子也是可以拔掉的 可以跟剛剛那個去做置換 如果買兩隻的話 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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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這個鼻子的話 它就是可以 它其實每一個關節都是可以拿下來 然後裡面有磁鐵的 對 所以 對 或者是你也可以夾些memo紙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東西 夾在這邊 或者是名片 對 然後這個的 這個機器人 它也是燈具 有看到裡面它有燈具 對 然後它每一個關節也都是可以動的 對 然後它每一個關節也都是可以動的 對 這一些的話 就是我們也希望說這個空間 它可以有些商品的部分 對 所以我們也會去精選一些比較有趣的商品 然後提供給來參觀的民眾可以選購 但是我們都是經過有一些篩選的 對 然後像是這個精工的藝術家的作品 其實也是非常美 因為它就是結合了不同的銅的材質 就是有利用黃銅 然後跟紅銅 然後跟台灣的竹子 然後去做一些材質上面的混搭 或者我們也是會有一些 陶藝藝藝術家的作品 所以不同竹群 搞不好會有不同的中心嗎 對 我們都會去看 如果說是我們覺得很不錯的藝術家的作品 你都會希望它們可以呈現在我們空間裡面 哇 這邊書可以來這邊看嗎 還是可以看嗎 對 書的部分的話 我們其實就是希望可以提供給民眾 就是來我們空間的地方 對 可以翻一翻 那 書的屬性的部分 主要就是針對美學藝術 然後跟文學的部分 所以也會有一些滑車啊 或者是一些介紹台灣的當代藝術的書籍 對 這個也是同樣的金工藝術家的作品 以前用咖啡麵來品嘗嗎 對 我們其實就是希望大家來到這個空間其實可以比較輕鬆一點 對 然後也很希望就是讓人家覺得其實藝術品好像不是那麼難捷徑 只是就擺在上面而已啦 就可以翻一邊 對對對 然後剛好真的金工藝術家他的作品 他也覺得說他很喜歡就是別人觸摸他 然後上面會有指紋 我們一開始也是想說他說 可是他說他喜歡就是觸摸之後 然後上面會有指紋 然後久而久之他就會有個舊舊的感覺 然後他喜歡這樣 所以我們想說 對 這也剛好 對 然後空間的部分其實都是我們自己去設計的 對 然後這個 這個老 對對對 我們因為我們也很喜歡就是有一些老舊的東西 所以我們自己也很喜歡收集 所以我們店裡面也會有一些比如說像是老的箱子啊 或者是老的一些杯子 但這些都是老件 對 他其實不是復刻的 是他本來就是算是古董型的一些小的商品 對 比如說像是以前的這些玻璃燈罩啊 對 或者是像以前的杯盤這樣子 然後我們都希望可以讓人家可以來看 然後來選購 然後這個都是老的櫃子 老的櫃子 對 都是一些老的箱子 然後有一些杯子的部分 都是我們自己去國外找回來帶進來的 好 那現在呢 就要來到我們的食物的部分 然後因為我們二樓的部分就最近聲音很好 所以有一些已經賣掉了 然後 像是後面這個地方 陳色的部分也非常有特色 那 食物的部分我們就請 小瑞亞幫我們介紹 我們其實比較 我自己認為我們的東西都還蠻有手感的東西 因為我們現在主推一個殘豆花 也是我們招牌的一個甜點 很多人會覺得說 一郎 怎麼會吃豆花呢 但是因為我們用了 我們自己南洋帶回來 再從曼谷帶回來的一些木器的盆子 然後我們來做一個豆花的呈現 然後搭配上日本的黑蜜豆 所以整個感覺很殘味 但是我們希望就是不管來參觀的不同的年齡層 他可以稍微小做休息 然後吃一點來自不同國家的甜點 例如說 我們有在地的豆花 那我們也有發飾的點心 然後我們也有自己 我們好夥伴 自己手做的麵包 然後我們很多東西都是自己做 我們是 對 我們希望很多東西就是自己吃的也覺得OK 健康 我們再來推銷給我們自己的顧客 所以手做點心 雖然項目不多 但是每一樣都很精彩 都有你的心血在裡面 是 所以吃起來味道會不一樣 是 都是親手做的 是 你沾一個眼鏡沒有介紹一下嗎 沒有 就是自己想搞乖一點 因為現在大部分都是年輕辣妹 小鮮肉的市場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只能靠外表的造型 來贏得一些記憶力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這個空間 有一些很奇怪的人 正在這裡經驗 在這裡已經看了食物會更加清潔 那我們的咖啡也是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賣點 就是 雖然我們不是機器 或者是很厲害的一些衝爆方式 但是我們的豆子非常的強 因為我們豆子是跟今年的世界冠軍 烘豆的 烘豆達人賴一泉老師合作的 所以我們的豆子是透過它提供的豆子 所以很特別 因為它是非洲跟美洲的一種混豆 它是獨門的配方 所以口感非常的好 那我們是用手沖的方式去呈現 對 水票然後剛剛呢 對啊 就歡迎大家 就是不一樣的想法啦 不一定說去藝廊參觀 或來博爾 只有西式的選擇 我們有台式的豆花 我們有西式的咖啡 我們有法式的甜點 對 稍微做一些衝突性的東西 對 希望大家 對 然後希望撞擊出不同的火花 對 更多創意喔 是 這個是在幹嘛的啊 這是跟一個法國藍帶回來的一個孩子 這是他的甜點 對 他的慕斯 那我們因為不同的時間 看他提供的當季水果做的甜品 這樣嗎 這個可以耗很久嗎 其實我們這個都數量不多 就是想要說保持它的新鮮度 所以都是在接近三到四天的一個銷售 所以我們的甜點銷路還蠻快的 這個是你們的LOGO就對了 你們的咖啡LOGO就是這樣 對 我們也有提供外帶的部分 喔 我也有外帶就對了 是 也有涼的也有冰 那個是這個嗎 是 那你說小小的什麼都有包包呢 嗯 那你說甜點也有啊 甜點的部分 甜點的部分就是 除了糕點類 然後飲品跟豆花以外 我們還有唯一提供的一個鹹食很特別 就是我們叫董啾烏魚子 董啾顧名思義就是 我們用法國麵包去跟台灣在地 南台灣在地的烏魚子 然後我們用烏魚子去做成的一個醬料 然後把它鋪在法國麵包上面 然後烘烤 所以其實蠻有層次的口感 但是就是玩一個不同國家食材的一種撞擊 對 可是有沒有市長有什麼三明治的我們的東西來吃 你們的三明治都沒有打一個招牌出來 因為三明治我覺得因為這個區塊 太多西式的料理的店了 那很多很有特色也非常成功 但是我們這邊是提供一個小小的空間啦 那座位數雖然不多 但是有的時候會拜一些不同的講堂 或者是課程 然後希望是提供給在 參觀博厄特區的朋友們 一個小小休息的空間 但不是外開放式的 沒有落地窗 然後也不一定會讓所有人看見 但是隱私性夠 像我們有的孩子他們學音樂 他可能來這裡整理樂譜 然後點一杯咖啡小休息一下 然後再往下一個目標 對 所以跟一般的商業空間經營的模式有點不同 我們是希望能做一個簡單的區隔啦 有一點隱私性 然後項目雖然不多 但樣樣精彩 我覺得這個好可愛 這個是在幹嘛 這個區在做什麼用啊 這是展大區嗎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用 希望說雖然看到的座位 所以就目前您看到這一些部分 但是有的時候 因為人數多的時候 我們用這個小小的木箱的感覺 呈現一個倉庫的感覺 那我們就找了一個老的物件的板凳 那就衍生出 如果人多的時候 也可以稍微當一個 對也可以當一個小吧台 也許它不是一個很 非常華麗的一個空間 對但是我相信應該 一些來參觀的人 當你需要停留的時候 其實不同的感覺 可能你就想來坐這邊看看 對也可能 有的小朋友就是喜歡爬在這裡 看一些飲品啊甜點啊 對 您也很謝謝大家一起 就是看到最後 然後我們這裡是衛藝術空間 然後我們平常的營業時間 是從12點 中午12點到晚上8點 那每個星期一是公休日 那也很希望大家能夠 常常來看展覽 那我們展覽的話 目前大約是 四週到五週會換 一檔不同的展覽 然後每檔都會非常的精彩 那也很希望大家能夠 就是常常來到這邊 然後我們是位於 高雄的博二藝術特區的 大一倉庫區的 C8之一倉庫 然後很希望能夠很快就看到你們 謝謝 卡郁 Keep 坐在 panel employed tab 開大聲 breathe 然後 En